川喜吴俊一她是小羊的妈妈 来到医院是因为她要将她的子宫移植给宝贝女儿 子宫她为了盆腔 她不像比如说你肝脏肾脏 她那个位置的话 就是说你做手术 她位置敞开开得很清楚 子宫这个血管跟其他器官不一样 她说血管走行千变万化 所以你手术一不小心 只要把血管一破一出血 你切下来的血管可能就是血栓形成 你那个就是缝合不成了 那就立马去手术就可能 就手败的可能去增加了 这么困难的手术 小羊的妈妈仍然坚持要做 是因为小羊被诊断出 没有子宫没有婴道 但今年22岁的她已经结婚 为了完成女儿生儿育女的梦想 羊妈妈决定把子宫移植给女儿 历经14个小时的手术后 顺利完成移植手术 感觉我用我的无数奉献 这也是世界第12起成功的 子宫移植手术 小羊的老公还特地送上鲜花 感谢岳母的帮忙 记者综合报道